如果说起早些年娱乐圈的一哥 有很多朋友应该都会想到周润发 毕竟当年周润发演的电影可谓是火遍大江南北 甚至在整个亚洲地区都很有影响力 很多亚洲国家都播过周润发的电影 虽然现在周润发年纪比较大了 很少能再看到他出演各种作品了 但是他的亲和力还一如往常 最近有网友在网上发出了与周润发的合照 而这次也是在登山的途中 众所周知周润发有个登山的爱好 所以有不少喜欢登山的网友都曾与周润发偶遇过 而这次也是如此 周润发和好友在登山的途中遇到了喜欢他的朋友 发哥也是相当亲切 不仅答应合影 在合照的时候心情也是相当好 完全没有大排明星的架子 而且还有网友发现了细节 在和美女合照的时候 发哥也特意保持了距离 真的是非常绅士有理了 之前有不少网友在偶遇了周润发之后 都在网上发出了拍摄的照片 可以看出来虽然周润发今年已经66岁了 但是身体状况还是很好 保养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从面相上就看不出他已经这么大年纪了 想必也是跟他常年喜欢运动 有分不开的关系 其实那个年代的明星都非常亲和 因为他们有很多绅士都是很坎坷的 很多人在入行的时候都是为了帮家里还债 所以不会再红了以后就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周润发就是如此 当初他入行也是机缘巧合 因为小的时候自己的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 受了很多苦 所以他学都没有上完就进入社会工作了 后来也是在自己越来越红了之后 让家庭状况得到了改善 由此看来 这么多年发哥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 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世 这也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的原因吧 这几年发哥虽然工作减少了很多 专心在休息 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作品出现 之前曾有消息传出 说起《赌神》系列 就不能不提发哥了 之前《别叫我赌神》发布了预告片之后 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兴趣 毕竟当初这部电影就是因为发哥的演绎 而火遍大江南北 如今发哥再次出演类似的角色也是顺理成章 不过现在发哥年纪也大了 未来可能也不能再出演类似的角色了 有不少网友表示 这可能是《赌神》系列的收官之作 还有网友忐忑认为 会不会是借由《赌神》系列骗观众情怀 其实之前发哥出演的不少商业片 都受到了网友的吐槽 当然发哥的演技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其中的剧情非常离谱 有不少喜欢发哥的粉丝认为这是在消费观众 也是在借着发哥的名气在吸引观众 其实观众这几年看了不少的烂片了 所以当周润发出演电影的时候 不少观众都会抱有期待 但是也不希望再看到烂片了 希望周润发能在电影中有凸显演技的表现 不过周润发现在年纪也不小了 想必未来拍的作品也会越来越少了 对于观众来说 最值得怀念的还是当初的那些经典 也希望周润发能够有一天可以还原经典吧